九楼河市场的海鲜池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海洋馆,甚至是唯一,其中知识也多,这家在广州的潮汕海鲜店,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海场 鲍蚊塞鸡炉,署名东兴邦,近年破手欢迎,应该是最有名的石斑鱼了,养殖居多,但这条是野生的大东兴邦,368亿斤 鞋带石斑鱼,署名青斑,也是石斑鸣种,十位上家已经有养殖,这条是野生大青斑,还没有开刀,搬成了生招牌 终点石斑鱼,署名老虎斑,同种名的品种,这是纯种养殖老虎斑,所以会有水,状态一般 潜陵骨质,署名显鱼,长不大的小鲫鱼,鲜明嫩滑五小吃,煎炸蒸蒙煮都好,物为价廉小海鲜 字,署名乌頭鱼,雾鱼,食味一般,坐朝鲮鱼饭,池池蒸煲,糙池蒸煲,饭汤汤都不错,野生养殖多 大黄鱼,署名黄花鱼,明镇江湖的大青桥,野生很贵,这应该是离岸网乡养殖的生态黄鱼 海曼,署名麻鱼,狗上门上,肉胃蛋,吃多,打鱼翁最多,可炒球,咸菜就包粥,鱼雕就是上度 黄旗鸡雕 署名黄角栗黄墙 广东前海代表海鱼 各种做法都可 清蒸最佳 养殖多见 日本金县鱼 署名红杀黄县钓鱼 新鲜最重要 整座都可 蒸闷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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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 肉味淡油脂香 干煎机油蒸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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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饭咸鱼 日本台 俗称青花花鲜 新鲜的刺身炭烧干煎都极美味 容易变质 多捉成鱼饭咸鱼 半滑舌塔 署名龙梨塔沙 半滑舌塔养殖多 肉质鲜活滑嫩 价格比野生的便宜很多 抵吃 花慢粒 署名花井上 如慢 肉皮肥腾 口感味道都好 常做滋补汤水 野生二宝 养殖多 某小型海慢 署名 油上 油柱油快 一般用来切断油炸 或者爆炒 吃下酒 好菜 龙头鱼 署名九度鱼电鱼 肉的含水量极高 新鲜度高的 蒸煮 落炸 都上加 鹤毛肠的胃 叫敏鱼扣 是人工养殖 吃嘴敏 取胶后的副产品 炒煮菊都好 脆口 糖芽 某种羌污贼 署名 鱿鱼 大家都熟悉了 新鲜度好的 白酌就一流 脆嫩鲜口 莲尾就别炒了 绣斑巡 署名红花蟹 红蟹 食味家 潮上氛围上品 冻红蟹很有名 各种做法都好 红芯 硕字蟹 署名 三点蟹 三眼蟹 食味和价格 不如蓝红花蟹 食肉的不错 各种食法皆可 这里有两种常见的海虾 日本对虾 署名花虾 竹节虾 斑节对虾 署名九节虾 黑虎虾 相比起来 花虾 远胜九节虾 口虾菇 署名 赖尿虾 虾菇 大家都熟悉 不用怎么介绍 不过在草扇店 可以试试生烟风味 波纹龙虾 署名 小青龙 贵个比较小 通常开边蒸菊 其他龙虾 常规做法也可以 方斑东风螺 署名花螺 东风螺 一直当红 干净 肉质结实 白酌 蒸 盐 菊 酒煮 都很好 响螺 文明鞋耳的海产 甘里有两种 角螺 署名 响螺 广角螺 署名角螺 响螺比角螺贵一点 炭烧 炒片 包汤都一流 甘里看不清楚的 猜测是两种贝类 紫石 房格 署名天鹅蛋 皱纹旁包 署名鲍鱼 大连鲍鱼 都是好东西 这是香螺 卡名 四鹅螺 比香螺 第一档 螺又为香螺 一般煮熟 切片 粘料吃 其他做法也好 新西兰 一倍 俗称 新西兰清口 比本地清口好吃 蒸 灼 炒 配意面都可 也不算贵 四式 塔格 署名小 橡拔半 和橡拔半 不同 科薯 食味也不同 蒸 灼 烧烤 打边炉 都好 这种视频表现方式 耗费我大量时间精力 希望大家对其发表意见 以便下次改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